大家好,欢迎今天的前五名,来自美国生活365 2024年7月29日,拜登呼吁最高法院改革并推翻总统豁免权 以色列批准对真主党进行报复性打击 美国在东京设立军事司令部以对抗中国 委内瑞拉马杜罗在有争议的选举后宣布胜利并开启第三个六年任期 越来越多的人吸食大麻开车 执法部门正在竞相了解谁是吸毒者 拜登呼吁最高法院改革并推翻总统豁免权 关键点,拜登的提议 拜登总统计划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 推翻最高法院授予前总统在任期间所犯罪行豁免权的决定 他还将敦促国会制定法官的任期限制并执行行为准则 历史背景,拜登历来抵制改革最高法院的进步呼吁 但最近的事态发展,包括法院关于总统豁免权的决定 改变了他的立场 公众信心,拜登强调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并对最高法院目前的行动削弱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 表示担忧 道德问题 有新闻报道质疑一些法官的道德 包括一位富有的捐助者 为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提供的豪华假期 以色列批准对真主党进行暴富性打击 暴富性打击 在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遭受致命火箭袭击后 以色列批准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暴富性打击 外交努力 美国和中东外交官正在努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真主党的角色 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被指控发动了这次袭击 但否认参与了死亡事件 美国的支持 美国重申了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 美国在东京设立军事司令部以对抗中国 新的美国军事司令部 美国将在日本设立新的军事司令部 以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关系并协调军事行动 领导与行动 该司令部最初由一名三星级将军领导 将规划联合演习 并在需要时参与日本的防御 战略重要性 此举旨在对抗中国的军事建设并加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更广泛的努力 该倡议是加强军事关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包括扩大日本爱国者反飞弹系统的生产 委内瑞拉马杜罗在有争议的选举后 宣布胜利并开启第三个六年任期 委内瑞拉总统选举获胜以51 2%的得票率获得第三个六年任期 有争议的结果 反对派领袖对结果提出质疑 声称计票造假 因为马杜罗在民调中一直大幅落后 公众反映 加拉加斯爆发抗议活动 马杜罗的支持者在总统府外庆祝 国际影响 马杜罗的胜利使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和解除制裁的努力变得复杂 可能会延长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 越来越多的人吸食大麻开车 执法部门正在竞相了解谁是吸毒者 大麻使用量增加 每天使用大麻的人数多于饮酒 导致更多的驾驶者在道路上受到大麻的影响 交通死亡人数 美国每年因大麻合法化 而导致1400人因交通死亡而死亡 伤害一时 只有70%的驾驶者 意识到吸食大麻一小时后开车的危险 相较之下 94%的驾驶人 意识到饮酒后开车的危险 执法挑战 由于测试不可靠 识别大麻损伤很困难 新的唾液测试和官员培训提供的帮助有限 感谢您的唾液测试和官员培训提供